其实呢不光是在英国恐袭的风险一直存在 在整个欧洲呢也一直没有办法在这个反恐保证安全的方面得到100分 这是因为呢从首先从技术上来说或者是从具体的层面来说 进行这种反恐的预防以及呢相关的这种调动 应该对欧洲国家来说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近年来呢我们观察欧洲的恐袭风险 会发现的毒狼式袭击成为了袭击的一种新的样态 而这样的一种样态呢应该说呢得手的几率比较大 而预防的可能性比较小 极大的增加了反恐的难度 而另外在恐袭的过程中呢爆炸性装置这种传统的恐袭的手段 并没有被广泛的利用 而更多的恐怖分子呢会选择采用一些日常中的工具 包括卡车刀具等等来进行恐袭 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其实是在技术层面加大了反恐和预防的难度 所以呢欧洲呢恐袭不断时有发生 跟这种技术性的原因是分不开的 但是呢技术性的原因呢仅仅是当前的一个层面 欧洲呢近年来呢其实在不断的希望能够在反恐的方面有所突破 对人员的监管的力度呢也并未大幅度的放松 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仍然恐袭不断 那就要追溯到一些根源性的问题 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呢当前在中东地区矛盾和冲突频发 这种极端主义的思想仍然在传播的过程中 而另外呢随着西方对于中东政策的这种僵化性 并没有从根源上尤其是从发展的问题上 来解决当地的一系列的深层次的问题 这也使得呢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有了它滋生的土壤 而近年来呢欧洲国家和美国对于反恐的这样的一种重视的程度 似乎也有所降低 尤其是美国宣布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已经结束 这样的一种动向呢其实对于当前的反恐合作 尤其是国际合作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 所以当前呢在英国再次发生恐袭 其实呢是再次向国际社会敲响的警钟 要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 需要国际合作相向而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